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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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妈 谣言子于志者 怪谈大家来说 欢迎收看 哎呦 我的妈之怪谈协会 好的 好的 農曆七月來了 今天怪財協會 我們的座標鎖定在 鬼門開的七月的禁忌 在這個死者為大 鬼比神尊的月份 到底有什麼禁忌 是我們不能觸碰的 一旦觸碰之後 可能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應 是 會惹怒阿飄 對 有請我們今天的 阿飄最喜歡的 怪財先生 真奇怪 真奇怪 怪財協會給你 每次滿滿的奇怪 鬼月禁忌超級多 搬家更是千萬不可 因為阿飄會跟你一起 舉家搬遷 讓你再累也睡不著覺 八家將開口聊天 被阿飄識破不是仙 立刻被猛鬼附身 到底該怎麼辦才好呢 鬼月闖廢墟最冒險 滿屋子陰間大國民 一次惹惹惹一票鬼 怪財的冒險 是否該在七月止步呢 在鬼故事禁忌開始之前 先來看鬼門開的精彩實錄 農替七月初一 是鬼門開的日子 各地城隍廟會在三十號晚上十一點 準時舉行鬼門開儀式 師父先在門前做法 一道道程序可不能馬虎 根據廟方說法 廟的左邊龍邊門神會放陰魂進來 右邊虎邊門神會放陰魂出去 中間則是神明專用的神道 鬼門為什麼要關起來到七月才打開呢 相傳七爺八爺會負責把鬼魂們帶到城隍廟 農替七月鬼門開 右邊的門就會在子時準時開啟 放鬼魂們出來放假 但城隍爺可不是誰都放 還是會經過篩選 不好的鬼也不會放出來 農替七月鬼門開還是有很多禁忌 民眾出外遊玩可要特別當心 這個在七月的時候 尤其是剛好暑假 然後天氣又熱 所以大家很喜歡出去玩水 這個時候大家要特別小心一點 特別注意 那個謝老師 剛剛我們講到 八家這樣聊天 就被鬼識破不是仙 基本上屬於這種鎮壓行眾的 這些應該說 這一類的可能不管是哪一種 基本上它都有一個經濟 就是當它開完面之後 開完面之後就不可以再講話 可是七月份大家都知道廟裡頭 我們講有些密廟它要開鬼門 像城隍爺 城隍廟 老大公 甚至有一些 不是真正我們看到的廟 它就真的就是 像在基隆有一處它 它就在海邊 那就是完全看不到 它是虛空中 你可以看到那個門 時間到它就會放出來 然後呢 所以那一次我們也是去採訪 因為大家都說 這個地方很厲害怎麼樣 就去採訪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完全沒有安排 就是純粹就是去採訪 那採訪過程裡頭 剛好遇到人家 在跳嘉將完之後 回來 經過 一看到我們在錄影 很興奮就下來 夏老師 當場 那真的是當場 沒有套招 我們這樣在聊天 他們一群這樣在聊天 聊到一半 突然間就被附身 然後沒有辦法控制 那你要知道 那這個有時候有關係到一個 一個名譽上的問題就是 我一定要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要趕快把它處理掉 要不然的話 感覺上好像 太弱了 有損 把他家這樣的名譽 對啊 所以他如果這一個 他覺得這個是假 那你覺得他旁邊那個 會是真的嗎 所以其實當時就是 遇到現場非常的混亂 最後沒有辦法 你只好趕快 我們也只好加入他們行列 所以幫他做處理 然後才把這個整個 有附身的這個家鄉 就是把他身上附身的 這個鬼魂把它給退掉 所以其實有時候這種 是不能開玩笑 真的不能開玩笑 第一次委 鬼門開的那一天 騎車經過隧道 你看到林毅先生 因為我之前 所以學校是在景美木柵 對不對 那我那時候呢 打工 就是上...在KTV打工 下班時間是12點 那怎麼樣回家是最快的 其實因為是在東區 你走辛亥隧道最快 那我們也住那個時候 辛亥隧道哪有現在 弄得那麼漂亮 對...沒有 以前上面都看得到 墳墓的啊 大家知道吧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是我下班那一天 其實你根本沒有想到說 今天是鬼門開 當然 年輕人不會注意啦 我們不會注意這些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要下班的時候呢 就大概12點下班 那騎摩托車 然後呢 就很奇怪喔 就你騎到那個 辛亥隧道那時候 因為可能很多人之後都知道說 今天是鬼門開 所以就發現說奇怪了 今天晚上怎麼往那邊的 方向的車子特別少 對 是 沒錯 因為平常12點下班 騎到那邊12點10分也 車子也沒那麼少啊 是 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騎進去隧道的時候呢 騎到一半突然車子熄火了 摩托車熄火在裡面 那你想想看 不要說鬼門開喔 平常的時候你就夠下 就汽車逃 因為你知道那個隧道是單行道嘛 這邊是過來 這邊就騎進去嘛 那我騎進去是剛好在中間 然後你停的位置呢是在 有走過辛亥隧道的人都知道 它是有寒洞相通的 聯絡道 它是不是有寒洞相通 就是你在這... 停到那個口 你就剛好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往左看 是看得到這邊方向的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往左看 趁當往左看的時候 媽啊 我看到我嚇都嚇死了 我就看到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就在 我一轉頭就跟我拭目相交 然後跟我拭目相交 我那時候心裡只是覺得說 那一邊應該是這樣吧 但是她給我的感覺 是跟我同方向的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太恐怖 我那個已經嚇到 我到底要往後退呢 還是要往前 然後一直跟自己說自己嚇自己 你一定是自己嚇自己 那個可能是往那邊的一個女生 就能騎車嘛 那剛好看到了 我就在安慰我自己 然後就不敢往左看 就繼續要發動 但你一直發發不動不是辦法 就只能推車了 然後在牽的時候 就覺得車子很難牽 那個小弟 根本就是50cc的車子 不可能這麼難牽嘛 然後騎出去 突然一陣風吹過來 我覺得我整個好像醒了 那種感覺 然後我一發動 我摩托車居然發動了 就好了 就發動了 然後騎的時候我就發現 那個油表已經到底 整個油表是到底 但是我明明上午才加了油 然後呢 在騎的那一瞬間 你就覺得你的肩膀 是這樣油而靠著 整個這邊是緊的 然後摩托車可以騎 幫你按摩 那我在想 我在想可能沒油了吧 油都吃到那邊 我就到一出到那邊是 新龍路 剛好有一個加油站 我就去加油 然後我去加油的時候 那個加油的工讀生 他就一直看著我嘛 就這樣看 然後就是加什麼油 我就跟他說我要加什麼油 他就... 因為我的油箱是在後面 你要打開植物箱 才可以加嘛 那他就一直看 那你看他那個表情是 很詭異的表情 我就想說你在看什麼 就不過是加個油 那他加油的時候他的視線 不是看我 他一直在看車上 他就這樣加 然後加完之後我給他錢嘛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朋友怎麼都不下車 我說我朋友不下車 你剛剛不是加油掀起來 怎麼可能做人 他就說他一直黏在 黏在那個摩托車上面 他就這樣子起來讓我加 那我看了之後 我跟你講 我記憶跟他又起來 我聽到你之後我就想說 那我還要加 我還要再騎這台車嗎 我還要再騎它嗎 他講完話之後我就跟他說 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要鬧 我說這個地方可不可以 我說我車子可不可以 先借臨這裡一下 我說我不敢騎 他就問我為什麼 我說 然後連那個公讀生 我一講完 他就跟他的那個店長還是什麼 就是那個加油站的戰友說 我要回家 連加油站員工都嚇跑的女滾 到底有多恐怖 我稍後告訴你 7月半夜誰不讓你睡 在睡夢當中呢 一直聽到有 那個悠悠的那個聲音 我讓你睡 我讓你睡 眼睛一睜開 不得了了 連人 他有他老 他跟他老婆 連那個床墊 不曉得怎麼搞的 已經搬到二樓的 頂樓的那個陽台上面去 所以他醒來的時候 怎麼會變成這樣 變成 我的嗎 好 然後連那個公讀生 我一講完 他就跟他的那個店長還是什麼 就是那個加油站的站長說 我要回家了 說他要回家了 因為他看到了 那我問他說你看到 我根本也不敢問他看到什麼 是他們站長來跟我說 剛剛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這個人要請假 那時候其實我是腿軟的 我也不敢 我車子就只能停在旁邊 我也不敢 他就跟我說 他說他看到你的車子有坐一個人 然後呢 加油的時候 那個根本違反人體工學 是整個身體跟屁股 好像是分開的 然後就加油 他說他很驚恐看到那個畫面 然後我就說那他看到 男男是女的 他說他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我說那女生長得怎麼樣 他就說 他說那個女生眼睛大大的 頭髮長長的 我心裡想說 那不就是我在隧道看到的那個 跟我同方向的嗎 所以我那天車子就停在加油站 然後呢 我那時候根本就是 我覺得我已經被嚇到了 回到家第二天醒來 就發高燒 後來去看病嘛 然後看病之後跟我姐講 我姐說你要去收金 我才去廟裡面走一走 然後下午再去簽機車 但是我問你是你簽那個機車 你還敢騎嗎 不太敢騎的耶 如果再騎 再發生那種事怎麼辦 所以後來就是到 我去收金的時候 有跟那個行天公的阿婆講 那阿婆就跟我說 你就摘什麼 等一下問老師這樣對不對 他就跟我說 叫我去摘一些榮樹葉 然後他也給我一個 很像護身符那種 叫我繞一繞 掛在摩托車上面 然後就跟我說 你這一段期間呢 車子可以不要騎 就盡量不要騎 所以我那整個七月 不敢騎那台摩托車 我都坐公車去KDP上班 然後下班回家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公車可以坐的 只要就是拜託同事 就繞 我們就完全那個月 不敢走陷害隧道 所以我覺得老人家 有時候講的話是對的 那是對的 明明就是 因為那時候山上 整個都夜總會 我不應該走那個地方 因為這樣子講 因為鬼月開了以後 因為都出來放假 那平常他們沒有出來的時候 可能你沒有遇到磁場 相對對應的人 那就比較不會 可是那麼多人同事出來的時候 你會 搞不好你遇到一個對應道 我覺得應該是 我在那個喊動四目香蕉 他坐上我的車 不過不只從四目香蕉 他讓你停下來 就是已經對到 沒錯 那鬼月搬家 就是給自己找忙 鬼月不能搬家 鬼月的禁忌之一 就是不能搬家 為什麼 因為搬家的時候是這樣 我們鬼月有個禁忌 是不是不能在屋子裡面撐傘 對不對 那個傘 平常應該也不必要吧 對 應該不會來 因為這個開傘收傘的過程當中 我們如果有看過很多 這個阿彪電影的話就知道 會把這個魂都收在山裡面 搬家的時候 是有一個動作會這樣 當你把家具啊 冰箱電視什麼都搬上貨車以後 一定要用棚子蓋起來 這個蓋棚子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運氣比較不好的話 你可能也會把這個魂阿彪 全部都收在裡面了 平常還好 那鬼月因為可能就到處 都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所以鬼月不能搬家的說法 是來自於這個 但是說法總是說法 如果沒有真實的案例印證 那也只不過是胡爛而已 那我是有親身見識到 以前我們一個鄰居 他們家本來算是小康之家 後來爸爸做生意失敗 從此以後他們的笑聲就不見了 然後就變成得要搬家 因為爸爸把這個房子賣掉 然後再離我們家不遠處 另外租一個房子 然後因為就急著要搬 可是那時候又是鬼月 然後家鄉的父老 就一直勸告他爸爸說 不要啦 你就撐過鬼月嘛 你這時候搬是不好的 然後爸爸說沒辦法 就賣就賣了 人家就急著要搬進來 就只好硬著頭皮搬 這個一般家就出了大事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租到那裡 他們就經常那個 因為那是一二樓 透天 鄉下都是透天錯這樣子 然後二樓上面就是頂樓這樣子 那經常那個在二樓睡覺 然後一直聽到 這個房間裡面一直有人在 來回奔跑來回奔跑的聲音 砰砰砰 砰砰這樣子 然後比較可怕的一次是這樣子 他爸爸跟他媽媽 睡在這個床墊上面 那家裡面可能那時候 因為比較窮 也沒有床架的 就直接床墊放在地板上面 睡... 然後一直在睡夢當中 一直聽到有 那個悠悠的那個聲音 我讓你睡... 然後這個爸爸就當作是睡夢 睡夢中 當作在夢境也沒怎麼樣 可是不對 因為覺得身體 越來越... 越熱越刺這樣子 眼睛一睜開 不得了了 連人 還有他老... 他跟他老婆 連那個床墊 不曉得怎麼搞的 已經... 所以他醒來的時候 怎麼會變成這樣 露天的 變成露天的了 那急忙當中 趕快衝下二樓 打電話 他跟附近的宮廟很熟 那附近宮廟的那個... 那個床墊 彷彿好像 本來就知道這個事一樣 因為那個電話一... 一閃 那個床墊接起來 我知道我現在隨... 隨來 隨你處理了 你懂嗎 他說隨你處理了 床墊自己不敢去 床墊掉了兩組八家將 這兩組不曉得是火候不夠 還是... 像剛剛那個老師講的 說可能 不是說很虔誠的在 對待這個事情 或者是有破一些禁忌 對 那個跟電影情節一樣 終於沒辦法了 硬著頭皮也是得進去處理 那個家將是一進去 那個門一打開一進去 你感覺上裡面有掌風一樣 那個人是一進去 整個從門彈出來的 然後... 這樣子一個一個彈出來的 那最後是十六個人一擁而上 然後一擁而上呢 又全部十六個人 又全部都跑出來 村民們在圍觀嘛 那個家將還說 這沒辦法 這不會動 這沒辦法 所以連家將都無法處理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 惡惡鬼的狀況 那沒辦法 只好連夜再把那個床墊 搬回原來的地方 然後也不知道說 下一步要怎麼辦 那禮鬼月大概只剩下五天了 就硬撐著吧 那這五天就發生什麼事呢 除了原本的 鼻鼻鼻鼻鼻的聲音之外呢 有時候他們家那個電鍋 電鍋煮飯 那飯有時候不會吃完嘛 可能剩三分之一這樣子 有時候一覺醒來 過了一個晚上 就是有人來吃嘛 那你會說老鼠 蟑螂 或者還是你夢遊之類的 好 飯吃掉也許有這種可能 他們有時候連冰箱 那個用塑膠袋包起來的 一塊豬肉 有時候也是經過一個晚上 以後一覺醒來 那塊肉也不翼而飛了 對 那一直到鬼月結束以後呢 這些有得沒的事情呢 才一掃而空 講得非常精采 但是你們會問我說 那硬要搬要怎麼辦 硬要搬 硬要搬 如果硬要搬啦 我忘記問對不對 對... 可是... 硬要搬要怎麼辦 7月硬要搬家 有的人因為環境所迫嘛 他就是得要搬嘛 那就是得要蓋上那個棚子嘛 這個時候呢 就要請這個謝雲錦老師這一種的 當你要蓋棚 就跟你要蓋棚一樣 當你要蓋上那個棚子之前呢 就是施一些法術 或者是用柔性溝通的方式 說 就是講一些這些勸導的話 然後確定裡面OK的 再把它蓋起來 不是絕對不能搬啦 但是就是要注意這些小細節 當然... 像鬼月很多 像有些人甚至連車子都不願意買 對不對 好 那鬼月走在路上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去践踏名字 對 我在講這個之前 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我相信這個事情 因為我之前碰過一個 我們那時候是出外景 那個真的就像在那後面那個 燈的那個位置這麼遠 那主持人感覺上 就被人家踹一腳這樣 真的一腳這樣踹一腳的感覺 他是往後彈 問題就是彈到我這邊來 我真的不騙你 因為那種感覺跟綁鋼師一樣 你知道嗎 整個往後退 對 那我... 你要知道我這樣去扶他 我是扶著他才聽起來 那旁邊想說好厲害 從那邊他如果是自己跳 你也跳太遠了嘛 對 沒辦法 真的不騙 他是真的好像就是 你看的... 你再回頭看那個鏡頭 他是被人踹一腳這樣踹過來 那像一般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有時候在講說 不管他是 剛才講的像家這樣也好 還是我們家一般 可能走在路邊橋邊有沒有 那你要知道七月份的時候 很多人他因為擔心 我在這個過程裡頭 萬一要是被跟了或怎麼樣 那時候過橋或者過路的時候 他們就會準備一些名字 所以有時候他們... 有時候特別看到在橋邊 在那個可能路上面 就突然間有人放一些名字在那邊 尤其以前9萬18館的 特別多 大家去掃 對... 可是其實你說真的看到 有些人是... 小朋友是... 可能腳比較那個啦 就沒有注意到 或者看到他 故意去踢他 有人會有這樣 對 那其實這個是比較不好 但是 你如果只是看到這個 這個單獨的名字 這樣去踢他 我覺得那影響還算小 最忌諱的是 有時候你明明看那個橋邊有沒有 那個名字它不是只有方旁邊 它還有燒過的痕跡 那這種是絕對不可以踢的 因為這表示這個地方已經發生過 是一定是有人往生 有發生過意外 是真的發生事故 他特別燒給他 那有時候我還要 可能還多放了一些在旁邊 那如果看到那個沒燒完的 我們再點個火 再幫他燒完可不可以 可以這樣 有那種燒一半的沒燒完 再點火幫他燒完 那就特別適合你 對啊 不是 我只是問一下 就是不要都去碰它 不要假口就對了 沒看到都最好 是...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什麼事情 你搞不好沒事就沒事 你無聊去招惹人家幹嘛 懂了... 其實這真的有小朋友就回家 一路... 你知道以前小朋友放學 踢來踢去 就一路在那邊踢石頭 踢罐子 踢什麼 走到人家看到 他就去踢它 我變成這回去腳腫起來 腳腫起來 然後怎麼樣用都... 都沒有辦法看 後來是...後來沒有辦法 那只好是請老師來處理 他怎麼處理掉 你這個小孩子去踢人家什麼東西 你去踢人家...人家的東西 所以他才會腳踢完 那講這個還算... 那當然七月份 就是很多名字的故事 是 我講一個算是真實 這個就是真實 其實就在九彎十八關 對... 因為那時候他...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那邊常發生很多事故 有時候就會... 有時候 所以很多司機大哥 都會準備很多 一代啊 整代 萬一要開... 要上路的時候 我就先可能灑一些 路上到一半的時候 如果真的覺得那邊特別安心 心裡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再灑一些 那... 那這個司機也就是 照人家講的這樣 開始在做 開... 突然間他發現 你知道從照後鏡 這邊看... 那邊看 這邊看感覺後面有個人 這邊看怎麼看起來 是個女的 因為有瓢頭髮 從側面看的時候 那他就覺得不對 應該會... 照理如果你騎摩托車 或開車會有車燈嘛 他一看又沒有 然後想說沒有關係 那我就繼續開好了 開... 他想... 再開一會兒 他因為緊張了 你知道這個不緊張 還沒有感覺 一緊張特別注意釘 開... 就開始... 還在後面耶 那這個時候他害怕了 開始加油門 加油門就開... 然後一開... 想說應該是跟不上了 結果沒有想到他再看 還是在後面 而且跟的距離 還是差不多一樣的距離 這個時候他這心裡頭毛 他想說 不然我慢一點好了 他就故意想說 那如果真的是騎車 那我讓你過嘛 你先過 那過去我就確定你是人了 結果他慢下來 結果後面也跟著慢下來 他就完全看不到後面 就是他就在後面 那這時候他其實這個心裡頭 就覺得說 他就心裡有數 他想一定是跟到不乾淨的東西 人在最緊張的時候 往往就會忘記 比如說明事跟你講說 你把這個紙箱拿出來 把這個拆掉之後 這樣往外面撒就好 緊張到沒辦法 把整袋丟出去 就在往後面一丟丟出去 他就聽到一聲 好像聽到一聲女生的聲音 然後車就開走了 真的不騙你 第二天新聞報紙出來了 有一個女孩子她騎 其實那個是一個女孩子騎摩托車 跟在她的後面 那因為她的車燈壞了 你知道嗎 本來是 因為她沒有燈 她在前面她有燈 她就跟著她走 她開快她怕她走掉 她會害怕 她會害怕 趕快更快一點 原來是真人 對 這是新聞真實的事 王小姐 你說那個農曆七月 去空曠 或者廢棄的地方 比較容易惹到一些 為什麼會這樣惹到 因為七月份的時候 多數的我們講 在地埔裡面狩獵館的 這一些好朋友 他們都已經放出來了 由天兵天降領著 對不對 是 集體的出來 那七月份其實 這一些難得被放出來的 領見朋友們 他們就像加年華一樣 他們是很開心 放假 對啊 大放假 然後有吃有玩 那可是他們晚上要去哪 所以就會找地方給他們休息 給他們去聚集 那有時候他們也會喝醉 他們可能回去休息之後 他們還是很開心很High的 那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就會比較頑皮 他這個時候 特別愛去這些地方探險 那你可能去到那邊有時候 你一個不小心得罪他們 你打擾人家的那個 加年華人家很開心 人家就是一票都在 都在欺負他的 還有一個 農曆七月的中午 中午注意喔 是中午 中午的時候下水 容易被鬼抓交替 為什麼是中午 對啊 因為大部分人都想說 就是七月份 晚上啊 黃昏啊 對不對 海邊啊 西邊啊 河邊啊 那其實一般來說 好像在講就是說 我們這些所謂的十大危險水域 大概就是 每一年都有淹死很多人 當然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那個 可是我們如果這種 比較科學的角度 你去看的時候 大概早上十一點到下午 兩三點那個中間 其實是最危險的 反正是最容易發生事故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上面很熱 大家都想往水裡頭 下去泡泡水啊什麼 可是呢 水面上的溫度很高 水面下的溫度很低 對… 所以有時候你很多 要下水 小朋友哪裡會先做很操 再做運動 就直接就下去了 對 有時候那個水面跟水位 因為溫差大 你腳很容易就抽筋 馬上就下去 就沉下去 在這個外雙溪的地方 那這個是 這個地方它到 跟別人不一樣 它七月份也是 禁止小朋友去玩 那有些是學校 直接就禁止小朋友去玩 可是它每年五月開始 大概五月那個月 大概固定會抓兩個 五月份固定抓兩個 然後那一次我記得是 先做採訪 新聞在採訪的時候 他就當然先採訪我 然後旁邊就有另外一位 就是那個消防隊的 那個小隊長 就是常會去急難 去幫忙救那個啊 或者撈屍體啊 撈什麼的 那先 當然他鏡頭在拍我的時候呢 同時他會比如說 我就開 可能要這個地方 哪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石頭 陰暗的那個角落 因為溫差太大 那有時候那個地方 是阿飄特別容易聚集的地方 然後這個時候 當然主持人就問了 他說 老師你覺得 那你看到哪邊 你覺得你有看到這樣子 我就說要講 結果我們現在前面 那一邊那一塊石頭 上面有兩個 撿那個 以前國中生都理 那很短的那頭 對... 就有兩個 然後就理那個頭髮 就在那個位置 那這個時候攝影師 因為攝影師面對我們的嘛 因為主持人面對著我 他旁邊是那個的 他當然看著我 他就看不到他 這時候攝影師一直比 一直比... 比旁邊那一位 然後他就想 他到底怎麼 就轉過頭一看 那個小隊長 無片的臉色蒼白 就整個臉色蒼白 他就想 他是看到什麼了嗎 後來他就說 不好意思 就是有什麼那個 你可以跟我們講嗎 他說 就在老師剛剛指的那個位置 他們 我就說 我們昨天 下午 剛撈起兩個國中生 所以他 因為是他自己親自去的 而且就在那個位置 撈起來兩個國中生 而且我們講 就是那個平頭嘛 頭髮很短 所以他馬上 臉色就變了 因為是真的 他昨天才在那邊撈起來 是的 來 鬼月呢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原普渡 但是呢 普渡也有很多很多的美感 馬上有請我們的怪灘先生 真奇怪 真奇怪 怪灘協會給你每次慢慢的奇怪 你知道中原普渡不能拜 香蕉 荔子 荔子嗎 因為荔里荔的台語就是 救你來 等於是叫阿飄到家裡來做客 鬼月開口亂屌人 小心路邊遊魂聽得不爽 跟你沒完沒了 趕快拿出你的小筆笛 和小本本 把王月記載仔仔... 把王月禁忌仔細記載下來 來喔 不進 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 中原普渡有一些規矩要注意 請問是什麼規矩 一般來說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原普渡祭壇 它其實有一些禁忌 比如說 第一個在普渡的過程裡頭 通常我們會擺 可能有一個普渡宮 一個這個我們所謂的 拜好兄弟的這個桌子 那你在擺的時候 通常一般來說要特別注意 通常這一種祭拜的東西 因為是拜好兄弟 是外面不是我們家裡的 所以你不能在我們的客廳的位置 就在屋子裡頭拜 一定都要集中到外面去 那人家有屋頂可以嗎 屋頂就是看你啊 有時候像陽台 是開放式的陽台 我當然可以考慮說 我在開放式陽台那個位置 或者是大家一起 那個社區的這種也OK 對...也OK 對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住在 什麼社區裡面 對 或者是有些公寓 它根本沒有別的地方 是... 所以說開放式的陽台 還是可以的 就是外面啦 因為陽光曬得進來 然後你... 前面有個門可以關起來 那等於說我普渡的時候 要記得門要關 大門一定要關 普渡這個是一個重點 很多人忘了 如果沒有關大門 等於是有點 你請他進去的意思 OK 那當然因為 平常家裡有這個門神 至少他會幫你稍微做一個阻隔 可是如果你是開了大門 請他進來 那這個就他也很難幫你處理 因為主人都答應 同意我進來 是...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通常在鬼月的時候 很忌諱就叫人家的全名 比如說... 對 後面突然叫你的名字 再拍你一個肩膀 就你很容易嚇到 那第一個 大概是說像說 好像你叫了人家的全名以後 那好像要找你 就知道你的名字叫什麼 那第二個 也忌諱說你叫人家的時候 因為人家 你回頭的時候會這樣回頭 回頭看嘛 那我們通常 那我們總不能在鬼月的時候看到 對啊 奇怪啊 對啊 他們是不對的嘛 你 你還有什麼 夠了 結果本來說 為了避免回頭 結果反而被自己 又回頭了 可是一般我們有所謂三昧真火 那通常我們的這個左右肩膀 跟我們的額頭 就是印堂那邊 它有三把火 是 但很怕這種機會就是說 你在叫的時候 你回頭 這個火就被你用熄掉了 那熄了怎麼辦 被弄熄的三昧真火 要如何回復 更多普渡進氣 我們馬上回來 普渡亂來 下場凄慘 人家要普渡的金湯 他就把它踹開 拜什麼神 拜什麼鬼 神鬼如果厲害 又主要人拜 所以他們就決定要處罰它 一直打自己巴掌 已經在流鼻血 而且也流很多鼻血 眼睛都已經紅了 他對拉也拉不住 而且都在講他聽不懂的話 那我就跟他們溝通之後 他們就說 可以 我願意先退開 但是 打完之後他就說 我們現在打完了 但是你告訴他 他如果再這麼 我們已經又回來 我的嗎 我的嗎 我們總不能在滾血之後看到 平 對啊 奇怪啊 對 對 平 你還用什麼 沒有 沒有 結果我本來說 我本來被你回頭 結果我本來被你 我又回頭了 對不對 可是一般我們有所謂 三昧真火 通常我們的這個左右肩膀 跟我們的額頭 就是印堂那邊 它有三把火 是 但很怕有機會就是說 你在叫的時候你回頭 這個火就被你用熄掉了 那熄了怎麼辦 其實他當然你可能 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會再回來 問題是 問題是在另一段過程的 空檔時間怎麼辦呢 那就比較容易出一些狀況 OK 那還有呢 那一般來說的話 像比如說普渡祭壇 最忌諱就是 孕婦跟小孩 那麼去參加普渡 其實我們講的 這個是比較科學 因為孕婦大肚子 那個時候剛好是在 最容易怕熱又怕那個地方 那種地方很吵雜 然後人又多 空氣又不舒服 那很容易孕婦 你也很容易不舒服 那萬一 有一些殘兆怎麼辦 對 所以有時候他們 古代的人 他們都拿一條紅線 殘 對 綁在肚子上 那至少保護這個胎兒 不受影響 那第二個是小朋友 小朋友 以前說 小朋友通常這樣講 十二歲以下 因為比較容易看到 尤其在六歲以下 更有機會看到 是喔 對...機率更高 我曾經遇過 就是普渡的過程裡頭 我那個小姐還在小的時候 她就媽媽帶她去 她就在拜 她媽媽正在低頭在拜的時候 她就一直拉她媽媽 媽媽... 可是那個... 那個問題是 她說那個手是從外面門 她的背後那邊 伸到前面去 拿她的梨子拿出去 媽媽當然嚇到 有時候 這個不是只有那個 媽媽也會嚇到 是 而且有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是 小朋友怕她偷吃東西 我們大人客製力比較夠 小孩客製力不夠 有時候 她看 就沒有那個 就拿起來 就往口袋一放 回去吃了 所以以後很容易發燒 生病 到最後 最後大部分都是 我們處理過很多很多 大部分到後來 都是最後那個被附身小朋友 誰叫他跟我搶東西吃 那最後就是別人 你要再跟他再溝通再上 還有就是很可怕 小朋友就是會皮 對 萬一人家擺了普渡多 瘋了 瘋掉了 我爸媽就流淚那樣 這邊要不要出力 是啊... 考不定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就是這個普渡呢 就是雖然說是一個民俗 但就是還是一些 既然你做了 有些規矩盡量去... 就遵守 在外勞 在鬼月撿紅包 這也是鬼月的一個 重大禁忌 是... 就是不要亂撿東西 那一般我們台灣人 都懂這個規矩啦 但有時候國外人不知道 當然 就2009年的時候 有一個新聞事件 在台中有一個這個外勞 他就撿到一個紅包 然後這個紅包 怎麼台灣真的是天堂 怎麼在路邊也可以撿到錢 開心 對 他覺得台灣全醃絕木 對 台灣全醃絕木 他就說來對了 那打開裡面確實有錢 然後呢 這個外勞很感人 這個... 他這個紅包呢 他也沒有佔危機 那你們以為說他 會不會實際不媚 送去警察局 也不是喔 他就在車站附近呢 外勞聚會的時候 他就給了他一個心愛的人 叫做沙倫小姐 他送給沙倫小姐 我愛你啊 我愛你啊 問題是沙倫並不喜歡這個外勞 但是也不好意思呢 去扶逆她的好意 OK... 然後就收了 收了以後連看都沒看 她想說我又不喜歡她 我幹嘛拿她的東西 而且這個紅紅的紙 是幹什麼東西啊 這個沙倫小姐呢 又轉送給她的一個姐妹濤 叫做傑尼韋 傑尼韋啊 傑尼韋啊 我愛你啊 我愛你啊 好啦 這個貪心的傑尼韋收了以後呢 就看 有一張一百塊的 然後有四個十元的硬幣 還有什麼呢 毛髮 那傑尼韋敢不懂說 台灣人那麼怪 給紅包裡面還要放指甲跟毛髮 以為是一種親密的表示 不料呢晚上呢 就發現發生了恐怖的現象 大熱天 他冷到要蓋棉被 那住著這個宿舍外面有工廠的廣場 他就看到有一個 長髮披肩的女生呢 在那個廣場上面呢 走來又走去 走來又走去 然後對著這個傑尼韋的窗戶呢 一直在跟他揮 彷彿是要拜託他 幫他處理什麼事情一樣 那這個傑尼韋呢 就整個就精神崩潰 就是說怎麼會有這種怪事 趕快再把這個紅包呢 還去給這個沙倫小姐 那沙倫聽到這故事哪敢 不要... 你... 叫他拿去給那個外勞 我外勞啦 我外勞啦 然後這個傑尼韋又去找他的外勞 I love you... 外勞啦的時候 換外勞出事 連續三天晚上呢 他都看到這個 他的床頭有一個白色的蠟燭 那整個空氣當中呢 就瀰漫了這個蠟燭的味道 然後一樣 每次這個蠟燭的味道 瀰漫到最極致的時候呢 那個女生啊 長髮皮筋的女生 就在蠟燭的這個煙霧當中 又冒出來了 那就Bingo了嘛 因為他就是... 其實就是要冥婚啦 特別是在鬼月的時候 後來這個外勞也是送到這個醫院 然後醫院診治無效呢 結果是什麼 誰救了他 就是這個外勞的這個雇主 找了一個法師來 那法師幫他處理完以後呢 就比較...病情比較好轉一點 慢慢就沒事了 這也是鬼月發生的一個禮奇的事件 小老師你也遇過這一類什麼鬼紅包的事情 對啊 我記得那時候在嘉義的時候 真的在... 我憑你真的是在夜市 最熱鬧的那一條裡面 然後走著... 那當然 這一位叫我大哥這個人 他就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包 滿厚的喔 很厚喔 這麼厚 他一看 他說大哥...有紅包耶 他腰一彎就要下去腰剪了 我跟他... 趕快就拉他一把 沒有...就把他拨拍也不講話 我就... 我說走... 然後不要動... 他還在說那個是紅包耶 我說...我就不講話了 就是... 等他走到比較遠一點的時候 我才跟他講 我就說那個是人家 明婚要找老公用的紅包 天喔 那是因為你看不到 你如果看得到 你就看到他就在旁邊 那他基本... 當然基本上他也會挑對象 是喔 對 他會挑對象 所以他有時候你... 不是隨便來都可以撿得到 可是如果說我長得 不是他喜歡 可能一陣風把它吹走就對了 也不會 就是基本上就... 他會使用各種方法 讓你不會去... 鬼遮掩 對... 你要去拿突然手銬 就靠起來 抓怎麼辦 好啊 那就你們都救不了 沒有 因為七月份剛好是我一年一度裡面 我一會休息的一個月 我就不犯 所以這一陣子 意思是說你快要放假了 對... 所以要的趕進度 不然就會像現在我要講的這個案例一樣 我愛莫能住 這是大概發生在兩年前的 我一個男生的信者 那他是... 我七月份前就已經有告訴他說 我要停工了 那他自己本身 他有黑令旗的冤親在座 我說 你要不要跑一趟 因為他平常樹形不良 他很愛罵東罵西 怨天尤人 子天罵地罵神罵鬼 所以神佛要求他 你一定要親自來辦 我不准給他待辦 那大概七月前 最後一次我就有交代他 我說七月份要到了 你要千萬切記喔 你不要再口出諱言 你千萬不要慢罵 因為我會幫不了你 他說這樣是大概過了 半個多月吧 我記得那個時候 已經是過了七月十五的 大破鬼啊 那有一天 半夜大概已經三點多了吧 他太太突然打來 那打來就一直哭啊 一直叫啊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他先生 整個人好像就不對勁了 一直打自己巴掌 已經在流鼻血 而且流很多鼻血 眼睛都已經紅了 他說拉也拉不住 而且都在講他聽不懂的話 那我就請他太太 把手機用擴音 我就開始跟他們 這一些狀況溝通 那溝通到一個程度之後 才知道 他就去 踹人家的那個 人要補兜的金湯 他就把它 然後說 拜什麼神 拜什麼鬼 神鬼如果厲害 還需要人拜 對不對 放在這裡動囉 他也很衰 因為呢 人家旁邊有一對 嘉年華當中的好兄弟 有一票是有領東西出來的 然後有一票是就是 沒有... 沒有在地府有受管的 加起來數量也滿多的 大家都聽到了 我... 我要領我的薪水 要領我的完薄 領好的保護 領好的保護我 而且他有去 撥人家的那個貢品 就是把人家撥到地上 所以他們就決定要處罰他 那晚上就跟著他回家 他太太有說他就是先發燒 一直燒... 本來要帶他去看醫生 就在幫他準備衣服 門要開門要出門的時候 他就突然掙扎 不出門啊 他就撞牆啊 開始一直打 那已經打了大概快 二十分鐘了 才趕快打給我 那後來就跟他們溝通 他說他得罪我們 他為什麼得罪我們 然後裡面打最兇的 就是他冤親在主 平常就很想處理他了 可是今天剛好又有一些 好朋友來助陣 他就趁這個機會 因為七月份 他們本來就可以這麼做 他的冤親在主 是無論何時都能做 只是平常他沒有 沒有人壯膽 就想說算了 那剛好就被他遇到 那我就跟他們溝通之後 他們就說可以 我願意先退開 因為他們是輪著打 輪流上身輪著打 我們願意退開 但是... 被惹鬧的好兄弟 還有什麼淡叔呢 這位白女的信眾 還會遭到什麼懲罰呢 那我就跟他們溝通之後 他們就說可以 我願意先退開 因為他們是輪著打 輪流上身輪著打 我們願意退開 但是你要讓我們打狠狠三個巴掌 會為愛摸能住 我說那你打吧 我就只能在那個電話旁邊 聽他啪啪啪 很三聲很大聲 然後打完之後他就說 我們現在打完了 但是你告訴他 他如果再這麼白目 我們一定又回來 他就有這樣子叫我要告訴他 那後來打完那三個巴掌之後呢 他就有比較醒了 醒來就大哭啊 平常很兇的一個熟齡男子 大哭啊 哭得很慘 他說你幫我 我說我沒有辦法幫你 我已經跟你講我七月份休息 然後可是我還是幫他上香 去秉神尊來 那神尊也說 不好意思啊 現在停工啦 你若有心意 先咳一百空八的頭再來講 因為他鼻血都流不停 因為他已經人比較清醒 可是他鼻血是流不停的 那他真的這一次就很乖 他就磕了一百零八個頭之後 他鼻血就停了 他鼻血停了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幫他 因為我已經停工了 那就請他可能 就先去廟裡走一走 因為神尊也知道 他那個劣根性很重啦 就說你如果真的是有誠意 你七月過後再來 那這段時間 我能幫你的就是跟他們談好 你只要不要再犯 那誠心的跟他們道歉 那他後來他 這後面的半個七月 他真的就很乖 那七月結束之後 他就真的有來 來找我請他幫忙一下 那請問一下 譬如說農曆七月鬼門開的時候 我們大家是不是要常常 去廟裡面走走 自己行為先控管好啦 像他是平常那個惡習就已經擺 就是說不要說因為是農曆七月 而特別一直跑 自然 也不需要這樣 其實 對啦 因為有時候 我們常常講說 農曆七月最重要的一件事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因為畢竟是 我們講說大家這個民情是這樣子 那你不要去挑釁 對 其實剛剛提到這個案例 他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他挑釁 你有時候大家講話出言不遜 去得罪人家什麼 甚至我覺得我們講真的 也有的處理那種就是我們講 拜拜的時候 不是大家會有搶菇什麼什麼的 就那種 不然你拿好菇啦 他講那種話 你說你別人聽了也會心裡不舒服 這是話什麼意思 拿去吃啦 沒禮貌的吃啦 類似為畜生一樣 因為菇在台語的含義就是 用來那個 其實就是給阿飄吃的東西 那你叫人家去好菇 其實大難聽嘛 你叫人家去吃雞敗口的東西 那阿飄聽到也會不高興 你們在跟我搶東西是不是 所以好菇本身是一句 滿不OK的話 對 對… 好 就是農曆七月到了 不管你信不信 一切以尊重對方為主 是 那希望在七月的時候 不管你這個出去玩 或者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多一份的小心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